夏天好热回家狂开冷气电风扇 电费也三级跳吗 最新电费账单出炉 网路上民众哀红遍野 家里一台冷气只吹晚上 电费竟然暴冲到7500元 网友也跟着哀嚎狂开电费楼 住家两个月15000元 夏季电费收到会怕 上次15000这次快7000 这次是上次的2.5倍 有一千多块 其实白天开到晚上了 跪还是要脚啊 开启风的时候多少会有压力啊 只开一台冷气电费居然要7500 这样正常吗 有网友专业分析 可能是电表有问题 或是度数操作了 可向台电反映不要白搅钱 派员去确认操表的度数 有没有错误 或是协助民众确认 最近各种电器用品使用的情况 但其实家中有不少吃电怪兽 就算没使用一样很耗电 最夸张的是热水器 没断电耗电量超高 一年白搅两千元 尤其是60公升以上的电热水器 每天光是保温就用电2.14度 60公升以下1.08度 换算下来一年白花两千多元 不拔插头也耗电 夏季冷气又不能不吹 电费单让人胆战心惊 要是电费爆充 七千八千一万多高的下人 也得赶快揪出吃点远凶 记者杨树武 陈杉生高雄采访报道